这太热了 妮可热吧 妮可怎么晒都晒不黑 我们到马医院了 这批黄麻太搞笑了 说她腰椎不好要给她拔火罐 感觉跟人的火罐差不多 好了全部拔完了 这也太享受了吧 妮可我给你拔个罐好不好 医生要给妮可清理眼角膜 给她打了麻醉 现在她的嘴巴都是松弛的 医生先用棉棒 把妮可眼角膜起皮的地方 给她刮掉 这样有助于眼角膜的快速生长 清理完之后 再往她眼睛里喷上 用自己血液提取而成的眼药 最后涂上药膏就可以了 最后给她戴上眼罩 防止她揉眼睛 快 走了 遇到一辆马车里面的人 说她长得像大头苍蝇 多一辆马车里面的人 打成本颜色